大家好,我是 嗨,我是瑞銘 他們閉嘴好嗎? 今天要來抱怨護理 嗨,我是洪靈 在這部影片還沒有上傳之前 我就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就知道下面的留言會有什麼回憶 一定是說 洪靈主要消費別人 這樣說就不對了喔 他消費他的阿公耶 然後請護士小姐幫我阿公換一下點滴 護士小姐掛字 哪天我家狗怎麼了? 你們會不會說我消費我家狗啊? 好啦,這樣你們可能又不開心了 我就是在消費他啦 你能拿我怎麼樣? 阿就喜歡拍影片給人家消費 我罵都阻止不了我 哪有辦法 有些人很愛講 可是玻璃心 又怕受傷害 欸 我就不一樣了 人家越罵我越爽 他說他阿公掉點滴請人家換 然後請護士小姐幫我阿公換一下點滴 這還需要請人家換 自己拿一包點滴用喝的 叫他阿公用喝的喝下去 都到體內嘛 有什麼差別 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嘴巴賤 賤 這個賤啊 大家都是靠嘴在生活的嘛 大家都同事一場嘛 你讓我桃口飯吃會怎麼樣 他都這樣說了我有什麼好不好意思啊 再來我已經想到了 一定會有人開一堆假賬號在我的下面 或者是說在我的 其他地方留言 嘴炮 罵我 都無所謂 但是你開假賬號你就應該先死全家啦 你懂嗎 我嘴巴賤 賤 最低條件 先別開假賬號好嗎 別開假賬號才有說話的份 滾回你媽子宮繼續泡洋水吧 其實我也是可以一桿子打扮一船人的啊 像你們這些酸民智障又低能又下賤 我也拿你沒辦法啊 大家統稱了所有的護士為 疏軟管 真的是一群疏軟管 非常好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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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我蠻羨慕的 哪一天在路上被人家追的時候 你找個垃圾堆站在旁邊 直接隱身 沒人找到你 也是蠻好的 不是 我不是有 任何詆毀的意思 我只是說 呃 如果哪一天只剩下垃圾堆可以躲的話 我也只能躲垃圾堆 是這個意思 我又預知到了 一定會有人說 紅鯉你不覺得你講話太過分了嗎 自己講話都很沒營養 還敢說別人 這點我承認喔 對什麼人說什麼話 這很正常 就像對你們這些北七 我講廢話是一樣意思吧 怎麼樣 集體噴我啊 對於任何工作 我們都應該要有尊重 還分什麼貴賤 大家都一樣 啊不都是為了賺錢 如果我是護士的話 我又知道你發影片上來靠北的話 我跟你講我一定拿你阿公的尿壺 他媽潑你一潑尿 啊 對了 守天使 是你們的工作範圍嗎 對了 吉娃娃跟哈士奇混種 會跟你 一樣的種嗎 喔不是 我不是那個意思 我是說 因為我本身是非常愛狗的 所以我覺得 會很可愛 你很可愛 超可愛 可愛到爆表 他們也徹底櫃耶 謝謝你 吳好 我們說 特地賠儀 姐夫 你 你說 你 很可愛 你 你說 你 你 說 點